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猫 这个视频是记录一下 我即将成为一个合格的儿媳妇的一个视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要瞒着我婆婆 自己去准备祭祀的食物 大家等会儿看我做的怎么样吧 这就当作是送给我婆婆的一个惊喜礼物 她应该会特别特别喜欢 蘑菇几杯卡喽 牢儿 应该吃草莓 全都抹在身上 真好吃 最近这个仙素人和春华的神闹 真的是沸沸扬扬的 但是奇怪的是 韩国这边大部分网友 还是特别支持春华的妈妈 就觉得肯定是有苦衷的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就觉得像 贤孙元那种出身 她嫁给春华那种富二代的话 大家可能会有看点一些 她只能算是一个流量的那种切入点 但是慢慢慢慢大家喜欢她 你看就是因为妈妈呀 妈妈比较可爱大方善良 是不是有钱人或者说是家庭环境好不好 就是和观众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最后还是会被人格魅力所打动 所以真的就是 我婆婆还觉得挺可惜的 因为那个节目现在也上不了了 春华的妈妈在韩国这边 她等于说是慢慢就没有收入了嘛 可能我们的网友觉得 春华的妈妈太胖了 行为比较粗犷一些 但是她在韩国这边的这个口碑啊 真的是超过当年的那个余小光的 哇 香菜已经长出来了 我的天呐 一炖一炖 一个水花子给人家带着呢 对 雪球花 开花以后拿走 嗯 没哭到 来 开着 开着 当年呢 回家啦 吃一个热狗 赖赖赖 来干扣 我呀我能忘了 早上先来准备这个串 一般祭祀的时候都是有这个 其实我就是想体会一下 我婆婆说呢 这个这么讨厌 准备这个祭祀的东西 它是有多难 其实真的没啥 就是我现在串的这一些 然後挖上麵糊炸一下 這兩個都是買的現成的 直接炸了以後就能吃 其實沒啥 然後挖上麵糊 然後弄成那種冰的樣子就行了 哇 綺麗 哦 綺麗 哦 綺麗 역시 중국式이라서 통통하다 韓國 되게 얇고 작거든 很綺麗 很綺麗 哇 這個有趣 我好像有趣 有趣的感覺嗎 爲麗 我好像是第一次看的 對 哪都第一次看的 媽媽每次看的 每次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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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嗎 其實我是覺得吧 因為我這是第一次做嘛 肯定就覺得還有點新鮮感 像我婆婆她們做了一輩子了 就突然想到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事情 以前我朋友她第一次見她男朋友的媽媽去的時候 就在男朋友家裡去的時候 然後我們一群人給她說的就是 一個千萬不敢進廚房給人洗碗洗筷子 再加啥的 你要是洗了的話以後 你要過門以後 啥事都得你幹 但是現在一看來吧 其實並不是那樣的 如果婆婆說是特別好的話 其實力所蒙集的幫一些也是挺好的 因為我是真的能感受到 我婆婆真的是不喜歡做這些 然後我也剛好喜歡 所以說是做了一點也無所謂 但是要是遇見那種不喜歡做飯的人 其實真的就是挺頭疼 我剛才嫌這個賣得太貴了 所以我覺得自己穿的好一些 我把馬克里做一個人買了 多少 多少錢 800g 這個賣了嗎 就是こんな錢 800g 15000 裝了嗎 對 我們買買的東西 日本販販買了很多錢 而且我們買了很多錢 都有很多錢 超可以買買的 真的嗎 不是 不是 就看到他面前是中文的商業 就是在機器上 所以到中文後 我看見他如果有好玩的話 一會就重置了 我的小胖是 dé賀食物 準備好 他不是在那裡 但他不是說 他就要做 才對他 四個人 你做吧 跟他一起做吧 但是以前的時髮 你也不能吃乳 讓他最少吃不吃 这不是什么样子吗 这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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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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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是以前的话 又想当一个 合格的韩国儿媳妇的话 那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哇这简直对我来说 它就是外国东西 第一次做 这还现在有点紧张 一般这种呢 应该是婆婆 得交给儿媳妇的 但我婆婆不搅 就觉得我不做更好一些 所以这现在突然第一次做M 才有点手足不错 反正看着是和 外面卖的那种差不多 这是那个大的鱿鱼饺 章鱼 章鱼哥的饺 这种呢 这种好吃 这种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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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这种很脆弱 小心 这种不够的 现在还要吃 现在还要吃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拍摄呢 为什么拍摄呢 哈哈哈 最初的食物来做的女生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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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我沒有想吃 現在已經這樣做了 對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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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做的餐飲料 好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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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tastic 真挺好吃的 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外 是 特别好吃 特别是刚做出来的这种 就用火腿 葱 星宝菇 还有一个蟹肉棒 然后就能做出来 这味道真挺好的 这简直是个奇妙的搭配 我把这裂开了的先吃了 不能单个一个菜一个菜吃 要一起吃 葱的那种烤的那种香味 然后还有这些 所有食材的那种味道混合在一起 真不错 咱来一点 嗯 咱来一点 肉串都一起吃 我爱吃它